台湾国际旅展将在下周五登场 今年日本旅游还是相当的热门 但折扣程度相对有限 而美国受到政府停摆影响 许多旅行社只好改行程 替代关闭的博物馆和国家公园 美国政府停摆已经超过一周 知名观光景点也跟着遭殃 因为台湾观光客爱走的黄石公园 优胜美帝国家公园统统关门 旅客不得其门而入 只好改走海线 沿着17里欣赏海岸风情 不过到底还要关多久 让台湾旅行社好头痛 譬如说他今天夏威夷的 就是有些博物馆 或是国家公园关闭了 他们一样譬如说夏威夷一样 譬如说有赏金镇 或是其他地方风景区 他们也是一样可以去参观 去美国其实国家公园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说因为这样受到影响的话 那后面的行程 其实我们在推展上会有困难 今年日本大热门 台湾赴日观光人数 上半年就成长50%以上 大家都想去旅展折扣相对有限 京都环球五日游三万一千九百元 北海道泡温泉两万七千九百块 想去日本又想控制预算 不妨可选择自由行替代 看起来到下半年度 还是非常多的公司航号 员工旅游是要去日本的 相较于日本旅游火红 南韩因为受北韩武力威胁 影响富含意愿 旅行社既出低价 无论自由行或是团体游 首尔或季州岛 统统万元游找 就是要找回流失客源 2012台北国际旅展 为期四天吸引26万人入场 产品交易金额达15亿元 今年规模更大 有60国1350个摊位参展 就是要抢冬季的旅游市场商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